真是美味啊,今天我要饱饱地吃上一顿 对,吃饱后浮在水面上晒着太阳才舒服呢 就在鸭子们美餐的时候 芦苇丛中有一只水炭正盯着它们 这个家伙不敢攻击成年鸭子 于是将目标锁定了后面的那两只小鸭子 这群讨厌的鸭子竟然把这里的鱼虾都给吓跑了 哼,你们吓走了我的食物 那就把你们当成食物来吃 我们快去啊,要是去晚了可就没吃的了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水鬼,水鬼出来了 不好,是水炭 这个可恶的家伙竟然还敢袭击我们的小鸭子 我们快去帮帮那个小家伙 危险,快跑 小家伙,你没事吧 没,没事,刚才那是什么,好可怕啊 是啊,它是不是水鬼啊 它叫水炭,通常喜欢躲在芦苇丛里 我们这里好久没出现水炭 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跑来的 如果它在这里挨家了,那以后我们来这里可就危险了 你放心好了,水炭一般是不会袭击我们这些情类的 因为它们喜欢的食物和我们一样 都喜欢水里的鱼虾 哦,那它为什么要攻击我啊 它们有时候是会袭击我们 尤其是会袭击那些还没长大的情类 这多半是出于娱乐或是猎杀的习惯 看来我们以后得离它们远一点 只要我们大家在一起,水炭就不敢攻击我们 所以到了湖里后,你们一定不能独自乱跑哦 嗯 从那天起,鸭群总是成群结队地来到湖泊 尤其是小鸭子们 它们非常害怕长得像水鬼一样的水炭 可是许多天过去了 它们却再也没看到水炭的身影 那只可恶的水炭,好久没看到了 它是不是离开这里了 希望它是离开了这里 只要它留在这儿一天,我就一天不安心 你们放心好了 这么长时间都没看到它了,它一定是搬家了 没错,水炭是喜欢搬家的动物 隔些日子就会搬一次家,一点都不嫌麻烦 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安全了 是啊,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去芦苇丛里玩捉迷藏了 水炭,水炭,这里面有水炭 孩子,不要怕,我们来了 中鸭子钻进芦苇丛后,惊讶地发现 在芦苇丛中的一块空地上,趴着一只奄奄一喜,眼睛无法睁开的小水炭 哎呀,这只可怜的小水炭竟然是个瞎子啊 是啊,看来水炭是将这个瞎眼的小家伙给抛弃了 世民的它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活下去 你看,它都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它真是可怜啊 是啊,要不我们帮帮它吧 我们哪有能力帮它呀 我们只能去求助主人阿顺了 对,我们让阿顺来帮忙 你要干什么 赶快去湖里玩啊 怎么回事,难道出事了 看来它们真的是遇到了麻烦 哎呀,是一只小水炭 可怜的小家伙 看来是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走,我带你回家每每吃一顿吧 就这样,阿顺将小水炭抱回家 并喂了它一些食物 吃饱后的小水炭很快便恢复了体力 爸爸,这只水炭的个头也不小了 怎么还没睁开眼睛啊 哎呀,不好 这是一只虾眼水炭 所以才会被抛弃 可怜的家伙 如果没有人照顾的话 它会死掉的 爸爸,那我们就养着它吧 好吧,不过我们要将它养在哪里呢 爸爸,你看 小鸭子在帮它带路呢 我看就让它和我们家的鸭子住在一起吧 好吧,真是不可思议 水炭竟然能和鸭子成为朋友 爸爸,你不知道 它就是鸭子带着我找到的 我想鸭子也不忍心 这个小水炭被饿死吧 鸭子真的将这只小水炭当成了朋友 它们不但会带着它在院子里玩耍 而且还会带着它一起去湖里游泳 小水炭呢 小水炭,它跑哪里去了 它不见了,不好了 小水炭不见了 它在那里 这个调皮的家伙 刚才一定是潜水了 哎呀,阿顺呢 你家的鸭子疯了吗 怎么朝水炭那里游去了 水炭会咬死它的 不会的 那只水炭是我家鸭子的朋友 水炭和鸭子会成为朋友 我要不是来找你 你又迷路了 以后不准再潜水了 知道吗 嗯,我知道了 王叔叔 你什么时候来的 忙完工作刚刚来 哈哈,阿顺又长高了 哎呀,小水炭 你的鸭群里 怎么会有一只小水炭 它的眼睛瞎了 所以我一直养着它 王叔叔,你知道吗 这个小水炭 和我家的鸭子 都成为朋友了 瞎眼的水炭 我看看 这个家伙的眼睛没有打开 所以才看不到东西 只要给它做个小手术 就行了 王叔叔 你是说 只要做个小手术 这个小水炭 就能看到东西 没错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是兽医 做这个小手术 对你来说 应该不成问题吧 没问题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当天 王叔叔便给小水炭 做了一次眼检切开树 手术非常成功 几天后 蒙在眼上的纱布打开了 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小水炭 显得非常兴奋 爸爸 你看 小水炭 能看到东西了 是啊 你看它高兴的样子 这个小家伙真是调皮啊 阿顺 带它们去湖里玩吧 尤其是这只小水炭 让它去湖里玩会吧 嗯 它看到湖水后 一定会很兴奋的 小水炭 你跑哪里去了 这个家伙一定又是潜到水里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水蛇也正朝小鸭子那里游去 小水炭一惊 加快速度朝水蛇那里游去 我看到它了 它在那里 哎呀 你干什么 不准伤害我的朋友 天啊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如果不是小水炭冲过来 这条蛇一定会将我们咬伤的 两只小鸭子 看着小水炭将水蛇赶走 它们露出开心的笑容 从今天起 就由我来照顾你们吧 小水炭 谢谢您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电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 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穷酸厨鱼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大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一起散步聊天 谢谢您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边去玩买东西 那桥上有一个老人 他戴个墨镜后来才知道他是个瞎子 但是他永远坐在桥上 只要听到船的声音过去 他就会一直跟大家 大家 沙瓦地卡 你好 变成导游 都给我讲 等一下 看到了 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看他 挥手的样子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瞎子 但是他制造了 变成一个快乐的观光点 等我后来再去泰国 我听说他死了 我们大家都很伤心 他没有人 没有再跟我们挥手了 但是我就有个题目 原来快乐是很单纯 快乐不是说我一定要做隔西 快乐不是我要做有钱人 快乐不是我要做看部 我才会快乐 快乐就是你很单纯的 去接触别人 虽然他是一个瞎子 但是他会给很多公关客人快乐 我现在来说你很喜欢 你会不会给你 我什么时候 你会帮我 你会帮我 他能帮你 我可以帮我 你会帮我 大招待 你会帮我 我看你 你会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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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我 对你 我帮我 我帮我 你会帮我 我可以帮你 我帮我 我帮我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触动